韓國有許多特殊文化 請問在韓國戴白色口罩出門 通常代表著什麼意思 A 抗議司法不公 B 剛整形完或生病 C 家裡有人過世 好題目 妳在韓國看過戴白色口罩的人嗎 有 有 有 答案是 就剛整形完或生病 B 請鎖定 B 為什麼不猜什麼抗議司法不公 妳覺得這是好笑的對不對 可是因為整形文化在韓國 妳也知道 不怕人家知道 對 不是啊 不怕人 就是怕人家知道 所以你穿口罩啊 我們打完雷射不是都這樣嗎 妳常打雷射 我沒有常打 常打皮膚會太薄 不好 B 幹嘛套我畫 B 答對了沒有 請揭曉 到底有沒有 掌聲 好厲害喔 不是吧 人家整形不能說太早 其實呢 韓國的穿搭有一些潛規則 包括戴口罩就是其中一項 如果他們這個平常戴口罩 我們看到很多藝人 都會戴黑色的那種口罩 它這也是代表一種 時尚流行的意思 但是在韓國呢 白色口罩不能隨便亂戴 因為通常代表你可能剛整完形 或者是你生病 而另外一個呢 就是穿搭的潛規則是 韓國女生特別喜歡穿那種 高領頸身的那種毛衣 主要原因不只是為了保暖好看喔 是因為他們可以在裡頭 塞更多的胸墊 讓它的上圍看起來比較豐滿 因此這樣的穿著 在韓國是特別流行的 我說妳衣服怎麼會內搭黑色 好實在喔 不是那我是定制服啦 女性在韓國旅遊時 應避免哪一種穿著 出現在公共場合 否則可能會惹來不友善的眼光 A 超短迷你裙 B 低胸背心 C 漏腳趾的涼鞋 我有答案 快 我的答案是 C啊 請鎖定 猜的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 超短迷你裙跟低胸的背心 其實在韓國街頭是非常普遍的耶 其實滿普遍的呀 有沒有看到的都是漏胸漏腿的 是吧 其實現在的那個應該說年輕人 他們很敢打扮 所以這個其實也沒有說 有特別的這樣子的形式 其實都穿得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女團 是 女團 對不對 女團那個對不對 好辣 你知道嗎 那種哇 我真的走在路上 你都覺得說 真的是眼花撩亂啊 連妳都眼花撩亂啊 我在那邊是阿豬馬 你幹嘛這樣 阿豬馬 對 真的 真的 我是滿保守的 女生在那邊都臉花撩亂 那我們今天不是跟吃Buffet一樣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漏腳趾頭的涼血 會不會比較 比較可能 我也猜它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其實 剛剛說的前面的兩個 其實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漏 對啊 這應該 因為只有它的屬性不同 切怡 切磋 對耶 我們兩個都被淘汰了 正確答案就是 低胸背心 其實韓國人有一些妹妹 是我們外人很難理解的 特別是 不要惹到韓國這些 他們最看不慣女生穿低胸背心 但是他們可以接受 女生穿迷你短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韓國很多女生在 上下樓梯的時候 會拿包包折折屁股 那去韓國還有哪些事情 要特別注意呢 比如說你到韓國的咖啡廳 不要給他們的服務生小費 因為其實他們的薪資水平 已經算不錯了 如果你給小費的話 他會覺得你是在 侮辱他 但是呢 韓國也有一些點 他們不會很在意 就是韓國人 他們很可以接受 在公共場合 包括跟你的朋友 可以談論你的大小便 他們覺得這個事情很正常 所以他們就算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也會隨便就跟你說 我今天拉肚子啊 我上廁所的狀況怎麼樣 那這麼開放這麼性感 卻不能漏低胸 好怪喔 而且他說什麼講拉肚子喔 那吃雜醬面整個補充這樣子 還假皮性 你是要死啊 還假皮性 這怎麼了 剛剛我們講到那個嘛 為國爭光嘛 不如我們就來挑戰一下 韓國情侶不足 所以呢 這一下是在台灣認識的 是 在台灣認識的 交往了多久 大概不到一年 對 因為遠距離嘛 遠水救不了禁國 笑了 什麼意思 他在韓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需要去救火嗎 你也知道 誰救誰的火還不知道 反正那個火就是 呼滅不遠 對啊 來 請出題 韓國人愛吃炸雞 但在情侶之間 要避免讓對方吃老雞的 哪個部位呢 A 雞腿 B 雞翅 C 雞屁股 當然是那個喔 我的答案是 B 雞翅 請鎖定 為何不是雞屁股 通常這樣子的想法 可能就是例如說 像大家都有說 另外一個說法是 不可以吃梨子嘛 因為你把一個梨子 剖一半以後 就是分離嘛 不可以送 就是台灣的說法 不是韓國人的說法 對 然後不可以送鞋子嘛 對不對 就是夾走嘛 不可以送鞋子 觸眉頭 對 所以我覺得 雞翅比較可能 好 他來飛走嘛對不對 讓它長翅飛走 勞艷紛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雞腿大家都在吃啊 韓國雞腿這麼有 雞屁股呢 雞屁股感覺是又油又香 如果這樣因為談戀愛 就不能吃雞屁股 不是有一點可憐嗎 雞翅 答對了嗎 雞翅翅 雞翅 雞翅喔 如果去那個 韓國首爾玩的朋友 記得啊 如果有到德壽宮 旁邊有一個石牆 那裡是千萬情侶 你絕對不能夠去的地方 因為這個德壽宮呢 過去都是一些冷宮的妃子 失寵的妃子在住的 所以當你如果跟你的愛人 去到這個地方的話 很可能就會走向你們 這條情路的終結了 因為他的旁邊也有很多 在打離婚官司的 這個法律事務所 所以這個地方千萬不能去 還有另外一點呢 在韓國捧花 是不能夠亂接的喔 因為一旦你接到捧花 如果半年之內沒有嫁掉的話 你就三年之內都嫁不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捧花給你的朋友 但是他沒有對象 你可能會害慘他 這個在講 在每個國家 都會有偏愛的幸運數字 而韓國人認為的幸運數字是 A 數字3 B 數字5 C 數字7 3 5 7 哪一個 A 3 我的答案是 A嗎 對 清楚令 沒有懷疑過 對 妳本來就知道了 來 偏愛的幸運數字是個3 記得講 韓國人之所以會喜歡3 跟他們的神話故事有關係 就是來自於彈君神話 他說的是他的兒子天神 環雄下凡的時候呢 很多的數字都有帶到3這個字 因此呢 他們是認為對這個天神的 一種崇敬的表現 在平常的日常生活當中 都喜歡3這個數字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 韓國人呢 如果要高呼萬歲的時候 一次都會喊3這個字 開心的時候喝酒也都要喝三杯 而且韓國人不是愛玩花牌嗎 玩這個花牌也是三個人 就可以湊琴一起玩花牌 那麼在韓國來說 他們認為單數代表是陽 雙數代表為陰 所以陽數的話 就是比較有幸運 好運的意思 所以他們在送東西的時候 一次都會送一盒 或者是一箱 那在包這個紅包的時候 都會包三萬 五萬 七萬 這樣的一個單數的數字 跟台灣是比較不一樣 紐約著名的自由女神像 是哪個國家送給美國的禮物 A 德國 B 法國 C 英國 快點 你的答案是法國 請鎖定法國 記得前面先講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法國 那她是右手拿火把 還是左手拿火把 我 右手 是嗎 我不知道 我不是右手吧 她還要看書耶 她還要看書耶 法國 請揭曉 因為在自由島上的自由女神像 其實她的全名是 自由照耀世界 那麼她是在1876年 法國送給美國獨立 一百週年的禮物 其實這自由女神像 她就是在右手高舉火炬 那麼她左手的部分 是捧著一個點擊 而這個書上呢 還刻畫著 美國獨立宣言 發表簽署的日期就是 1776年的7月4號 四面佛 那我怎麼那麼喜歡曼谷 我真的是去拜四面佛 因為四面佛 許願 有去還願嗎 一定要去 不然的話會 會有事的 四面佛 三分零四秒倒數 請 主題 題目是 很容易錯喔 快點 兩分四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人緣 請鎖定 兩位是人緣的舉手 三位 我真的不知道答案 三位 認為是事業的舉手 認為是家庭的舉手 兩個 我還是猜C 人緣 對 人緣 人緣 其實我也猜人緣 YES 先對得再幾首 對 不是 有沒有急得很尷尬 錯了很尷尬 好 我兩個笨蛋喔 人緣 主持人不可能 對得沒有太急 直接講好了 還好沒有急場 還好 不是人緣 不是人緣是什麼 來 尚好告訴我們 事業了 正確答案就是 事業 所以請見黃哥 若去拜拜的話 還是要搞清楚 自己到底在拜的是什麼 那這個四面佛呢 正面代表的是 事業生意 左面呢 是代表著愛情 用面代表健康 後面代表的就是錢啦 那通常我們在拜四面佛的時候 四面都要拜 而同時呢 這四面也個別代表著 慈悲舌喜 也就是告訴所有的信眾 如果想要升天的話 就必須要勤修 這四項功德 我喜歡去泰國度假 那我就選 泰國扮 泰國扮裝 妳喜歡泰國 是麥克風還是青麥那邊 我喜歡麥克風 麥克風 其實青麥很兩雙啦 對... 靠近雲南那邊 對啊 泰國扮裝 慶祝 在泰國喜歡做男生打扮的女生 會被怎麼稱呼 A Tom B Adam C D 我的答案是 A Tom 來 請 鎖定 Tom Boy Tom Boy 我們講了這麼久了 這麼直覺就是Tom 妳覺得 妳還選Tom 我想慢一點 那個時間壓力好緊張 妳講了嗎 會不會 高三 原來是從泰國傳過來的 在泰國呢 其實性別不是只有男跟女 在泰國這個地方居然有分成 18種性別 劃分得非常細喔 包括了有這 一般的異性戀啊 同性戀啊 跨性別者啊 或者是雙性戀 通通都有 那其實剛剛我們提到的Tom 他的意思呢 代表是他的生理是女生 但是呢他的心理是男生 他比較會做這種酷帥的打扮 那他喜歡的通常對象呢 就是女孩子 那如果呢是D 就是D11的話 他是生理是女生 他喜歡的就是像Tom這樣的女孩子 那如果是Adam的話 是一個蠻特別的狀況 就是他是男生 生理也是男生 可是他喜歡的是Tom這樣的女生 就是比較男性化的女孩子 這樣的男生就叫做Adam 對 在各國的吉利數字中 哪一個在泰國被證為是 倒楣的數字 A 數字 A 數字6 B 數字7 C 數字8 倒楣的數字 我選數字6 請鎖定 鎖定 為什麼不是8 可能對中國人來說 6跟8是很吉利的數字 然後但是8是一個發的聲音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列入考慮 那我覺得數字6 那數字7我覺得應該在全世界 都是一個Lucky7 對 因為很多賭博嘛 博弈的都是7這個數字這樣 對 妳看那水果牌有沒有 3G連線 對 所以我覺得不會是數字7 7 揭曉 1萬了 那個禮物咧 還有嗎 現在還是1萬的禮物 對啊 好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泰國的數字 都是有不同意義的 在泰國當中 他們認為0跟6 都算不吉利 像是0代表著 丟失 遺失的意思 那麼6代表著摔倒 跌跤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兩個數字都不太好 那對他們來說9這個數字呢 因為它的意思 聽起來像是向前走 所以9在泰國代表著 能夠走的長長久久 就是一個幸運的數字 那如果你跟泰國人聊天的時候 發現他寫了一大堆 給你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泰國的5的發音 跟很像 所以他們在打字的時候 就會用 代表他們在哈哈大笑的意思 2 2 3 4 5 5 5 請問下列哪一道 在泰式餐廳 能點到的菜 並非來自泰國 A 金錢蝦餅 B 打拋豬肉 C 焦麻雞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直接選 A 金錢蝦餅 請鎖定 為何不選焦麻雞 焦麻雞好像雲南菜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我聽過的一個 小故事 是說金錢蝦餅其實發明成 是從台灣發明的 對 所以我很快地選擇金錢蝦餅 因為我想要 所以是台灣人對於這個蝦的運用 然後把它經過這樣的製作之後 然後沾向泰式田基餅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 對 打成了蝦泥 做成餅這樣 是這樣子嗎 金錢蝦餅 請計較 為什麼 因為是越南雞 正確答案其實是焦麻雞 那焦麻雞呢 它的確是越南菜 那一開始呢 它就是在越南這邊 做出來的一道料理 但是因為呢 這個雲南呢 它跟這個泰國是接狼的 所以呢 它就從雲南傳到了泰國去 那剛剛呢 這次Mountain它記錯了 是大家會一直誤以為 月亮蝦餅是泰國菜 但是月亮蝦餅是台灣人發明的 紅回泰國去 在泰國他們的蝦餅是金錢蝦餅 稍後一些 但是呢台灣把它做了一個改良 把蝦泥的上下呢 是用春捲皮包覆再去油炸 變成現在的月亮蝦餅 你該不會要說 這就是人生吧 這就是淘汰 這什麼東西 這就是淘汰 想要交到女友髮型很重要 日本美容雜誌統計 哪一種男生髮型 是日本女生最討厭的呢 A 西裝由頭 B 潔妮絲髮型 C 捲髮往後梳 日本 我的答案是A 西裝由頭 請說定 為什麼不是 捲髮往後梳 因為日本 因為講到日本 因為日本他們比較 像捷妮絲都是比較你知道 飄飄 掉下來 掉下來 插插這樣子 插插 然後他們也是 對 然後呢 他們 男生也是很愛捲髮 然後往後梳 他們是可以接受 可是西裝由頭其實在 捲髮往後梳 是歐魯巴菇那種 之類的 可是像日本人 就是對西裝由頭 太工整的頭髮 他們其實比較不愛 希望不要弟弟就錯 有沒有很尷尬 知道嗎 日系沙龍是嗎 一定 請介紹 日系沙龍是吧 好 好 我相信講到這邊 很多男生覺得自己中槍了 因為非常多男生 現在都留這種 三七分的由頭 但事實上 有八成的日本女生 最不喜歡這個髮型 因為他們覺得 留這種三七分由頭的男生 通常都要抹 非常多的造型品 就會過度注重自己的外表 以為自己是明星藝人 讓他們覺得最反感 那第二名 他們不喜歡的是 捷妮絲頭 同樣也是覺得 太注重外表 感覺很屁孩 很自戀 第三名才是 短捲髮往後梳 因為頭髮捲髮 你要往後 感覺就會濕濕的 比較像假髮一樣 也是他們比較討厭的 那女生最喜歡 男生剪什麼樣的髮型呢 就是那種清爽 短瀏海的頭髮 最自然 最討女生喜歡 A 今年日本雜誌票選出 男生最愛的女生髮色冠軍 是什麼顏色 A 深黑色 B 暗紅色 C 咖啡色 今年喔 A 時間在走 好 我決定選 A 深黑色 聽說定 因為我真的發現 亞洲女生 還是黑色的頭髮最好看 而且我覺得現在就是 因為像可能像韓風那些 也比較流行 所以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 黑色頭髮的女生 你有沒有發現 真正漂亮的女生 不管是演員 或者是高級質感的模特兒 亞洲臉的都是黑色 真的 頭髮都是黑色 很像是耶 真的 我跟你講最近 最流行黑色就是你知道 很有氣質 日本應該 我猜啦 請揭曉 好 小妹 好 女生喜歡的前三名呢 第三名呢是比較暖棕色 第二名呢是這個灰感的霧棕色 第一名就是黑髮 為什麼男生喜歡黑髮呢 因為他們覺得 黑髮的女生 感覺就是比較清純 再加上呢 黑髮其實會顯白 也會讓你的整個五官 看起來更立體 所以呢 其實建議女生 不妨這個夏天試試看黑髮 搞不好男人的這個 男人緣跟人氣 能夠更加提升 日本出現了一陣 獵奇珍珠的風潮 下列哪一種珍珠料理 是日本節目當中公認最好吃的 A 珍珠歐姆蛋 B 珍珠麻婆豆腐 C 珍珠竹前煮 日本節目中公認最好吃的 我選 哪裡 珍珠歐姆蛋 A 妳說妳 妳 猜了還是知道 我是猜的 我猜因為可能蛋 然後再加上可能珍珠 軟軟的口感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 珍珠麻婆豆腐 不是很感人嗎 麻婆豆腐 辣辣鹹鹹的 然後一碰到一點帶微甜的珍珠 在嘴巴裡面 然後跟豆腐一起咬 好 我覺得就是軟跟軟 我覺得沒有什麼錯 馬上去熟 就是 不知道耶 請介紹 我猜麻婆豆腐 我猜麻婆豆腐 來請介紹 今天的答案是 珍珠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現在算下珍珠奶茶的風潮 有今風靈 全世界呢 日本人現在也很愛珍珠奶茶 不過日本人呢 他們把珍珠奶茶做了各種奇奇怪怪的料理啊 包括了除了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幾種之外呢 他們還做了珍珠奶茶泡飯 也讓很多台灣的網友在網路上說 拜託日本人呢 放過我們的珍珠奶茶好嗎 不要再做出任何奇怪的黑暗料理了 日本神社的鳥之下 都會掛著稻草編織而成的柱蓮繩 請問它象徵的什麼意思 A 製造結界 B 長命百歲 C 農作豐收 我的答案是 製造結界 A 真的嗎 因為 其實我是用刪去法啦 因為我很常去日本的廟裡 然後很常去他們的神社 但是我覺得神社跟農作豐收 跟長命百歲 長命百歲是佛兒自己的 農作豐收也是佛兒大帝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神明的話 應該是跟 就天庭上面的事情一關 所以我會刪去這兩個 我就選製造結界 另外她答對了 舉手 來 製造結界 一個 兩個 三個 來 我猜 來 我是猜農作豐收啦 農作豐收啊 我的感覺應該是這個 聽聽妳的說法 我記得鳥居好像是用來 區隔人界跟神界的一個門 所以我覺得它在上面綁的東西 應該也是來製造結界用的 一個識別 對 對不對 我記得是它是一個類似大 放大這個結界 交界的結界 而且其實那個鳥居是神走的 對... 那是神的通道 平常鳥居不是長這樣子嗎 其實一般我們如果去日本 你看看日本人 當地人 他們如果真的要去神社參拜 他們會從兩側走 不會從中間走 因為那個走道 其實是神的通道 不是我們要走的 像明治神功 那下面那下面就是神走的 對 那是神的通道 沒有 不見得從兩邊 但是如果是最原始的日本人 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他其實是要從兩邊走的 那個道是神明走的道 不是我們走的 準備介紹 看有人是誰 有沒有人答對 來喔 應該要曉得的 來 請介紹 恭喜知道結界漂亮 謝謝 祝聯神就是一個結界 他是要隔開神明 跟人類居住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說 這天教大神 因為他的弟弟呢 在這個天界搗亂了一番 所以當時他覺得非常的沮喪 他就一個人躲到山洞裡頭去 就不願意出來主持大局了 其他的神明呢 覺得不能夠這樣子 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引出來 所以就宰歌宰舞 讓他覺得非常的好奇 一出這個山洞以後呢 馬上其他的神明 就趕快用祝聯神 把他封起來 讓他沒有辦法 再回到山洞裡頭去 因此呢 也讓整個天界跟人間 都能夠恢復瓶頸 這也是祝聯神的由來 三分三有拿到 在港式飲茶中 別人替你倒茶的時候 用三根手指輕敲周面三下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愛好 A 我買單 B 謝謝你 C 請上菜 好 太簡單了 快點的結合時間 三分二十三秒 會是B嗎 三分二十秒 B 請鎖定 請 這送分題嗎 這一題 這很像是 不是用黨式嗎 我們在台灣很像也是 對啊 送分題啊 對 我們人家幫你倒酒 或倒茶的時候 你就手帶牌子 來 請 恭喜來這裡 沒錯 真的是乾隆為福出群的時候 幫大臣倒茶 那通常呢 這種狀況就是大臣就要 無題頭地趕快跪拜這個皇帝 但是因為在微福出群嘛 不能被人家發現啊 所以呢 當時呢 他就是用這樣子 用三隻手指頭 一個代表是你跪拜的 這個磕頭的感覺 另外一個像地板 敲三下 就是跟皇帝說謝謝的意思 來 都是喔 都會做 帥喔 兩分四隻手 我的答案是 C 四隻排骨 請鎖定 對 剛剛不是叉燒包 叉燒包 叉燒包啊 認為叉燒包的舉手 都還叉燒包 感覺他是一組的啊 一字通過我們大家 一字通過吧 大家都夠不一樣嗎 大家都夠不一樣耶 感覺是叉燒包耶 港式飲茶的四大天王 燒賣 蝦餃 鳳爪 還有一個是誰 應該都很好吃 但那個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就是四大天王 對不對 請介紹 揮發台詞 答案 答案 壓對保的 壓對保 考試都沒那麼準 插到包啊 誰 買插手喔 竟然入敗 我們全部淘汰 對啊 跟你們節目的邏輯有沒有接近 你好接地氣喔 幹嘛這樣 記者就是觀察力強 來告訴我們答案 為什麼是他 很多人都會覺得 叉燒包怎麼可能會沒有上榜呢 但事實上美食家認為啊 叉燒包裡頭都會添加一些 食用色素 再加上太油膩的關係 以至於他沒有進入港點 四大天王 但他們同時呢 也建議我們大家喔 如果你去一個港點的餐廳呢 要點他這邊的東西 覺得好不好 可以拿收賣跟蝦餃兩個來當作測試 你可以看他皮光不光透 然後裡頭的這個蝦的這個成分呢 他吃起來是Q彈有沒有泡藥水 還是吃新鮮的 都可以看得出 這一家師傅的手藝跟他的品質 這是傳統的港式飲茶池 請問服務生最先送上的熱茶 是拿來做什麼的 C 洗餐具 請鎖定 他拿來喝就掛了就對了 也不會掛 但是一般當地人 是不會拿起來喝 但是我一開始去香港的時候 很多人到香港去茶餐廳 都會開始喝 然後旁邊的人 就會用異陽眼光看你的 對 因為他們其實一般 都會拿那個來洗碗 快來拿開 請接下來 好 熱茶 是不拿來喝的 都是在茶餐廳 哇 到港式的茶餐廳去啊 他通常送上來的第一泡茶 都是拿來洗洗你的碗筷 洗洗你的餐具 不能拿來喝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效果呢 除了他可以洗掉這個杯中 沒有洗乾淨的油膩之外 還可以幫你熱杯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